小熊本杰明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因为今天是小熊本杰明的生日 他要煮一锅豆豆饭 准备招待朋友们 然后他来到大街上 买了一束大大的气球 本杰明拿着气球往家走 突然刮来一阵风 他一下子就飘到天上去了 月亮说 嘿 你好 来参加我的生日晚会吗 本杰明说 真高兴 我们是同一天生日 我送你一支气球 祝你生日快乐 送掉一支气球 本杰明飘得低一些了 他突然看到 两颗小星星在打架 本杰明给两颗小星星 两支气球 他们和好了 一艘白云船飘过了 船上坐着一只白云狗 白云狗很愿意送本杰明回家 啊 家就在自己脚下 一支又一支 当放掉第四支气球的时候 本杰明正好落在自己家的院子里 剩下的气球 布置在房间里 真漂亮啊 叮咚 朋友们来了 开心的生日晚会 就要开始了